2011年杨幂和他的凯威哥在拍电视剧《如意》的时候因戏生情 二人开始相恋 2014年杨幂的事业正是风生水起的时候 在巴厘岛与凯威哥举办了婚礼 婚礼现场温馨而浪漫 童年女儿小糯米出生 但在2018年两人突然宣布离婚 真正的原因至今都没有人能够搞清楚 现在网传刘凯威想与杨幂复婚 而杨幂不理折查 众所周知当初二人走到一起时 杨幂就是全国知名的流量小花了 刘凯威虽然出道较早却没有很高的知名度 杨粉们并不看好这段婚姻 都纷纷反对杨幂嫁给刘凯威 二婚后杨幂开始独当一面 2015年杨幂建下了对赌协议 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公司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杨幂成为了明星演员式的资本家 最后她也以独特的目光发现 并培养了多位年轻的娱乐圈新秀 如迪丽热巴 张云龙 高伟光 刘瑞琳 张彬彬 黄孟英 朱绪丹 戴斯 李婷婷 袁宇轩 庄达飞等等 将自己变成小范围的公众人脉 在娱乐圈杨幂也有了一席之地 目前杨幂事业有成经济独立 而女儿小糯米为双方共同抚养 杨幂也会抽空去照亮女儿 可以说杨幂无任何侯虎之忧 而刘凯薇离婚后 鲜有像样的作品纹石 事业似乎停滞不前的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还想复婚谈很容易 凭的又是什么啊 如实而言 刘凯薇想复婚手上的唯一筹码 就是女儿小糯米了 其他的杨幂想要 刘凯薇也给不了 记得在一档奇葩说节目中 主持人马东问杨幂 要不要把前任当人脉 杨幂毫不犹豫的回答 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人脉 这话没有离谱 即使今日的秘姐 就是可以供他人来乘凉的 参天大树 不依赖刘凯薇自己照样 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嘉义时日也能到达林响的彼岸 毕丽千任无欲则刚 杨幂斩钉截铁的回答 当然有提醒前夫的意思 简台词就是别想用女儿小糯米 要挟我回心转意 虽然现实中所有的母亲都会为孩子 做出不同程度的牺牲 但是我杨幂也不会因为孩子而受委屈了 杨幂生于1986年9月12日 2006年因出演金庸武侠剧神雕侠侣 展露头角 2008年凭借古装剧王昭君 获得第24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女演员奖提名 至今已经火了十多年 相比于赵薇 范爷 郑爽 杨幂最大的优点在于会审时夺势 认清同路人并遵纪守法 再在此基础上努力奋斗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只有一个优秀的自己 才能成就自己的强大 才能在向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 拥有更加丰富的资源 这样才不会被时代和社会淘汰 杨幂秉持自己的信念 真诚对待生活与事业 在离婚后的状态比之前更好 事业成就更大 也有了女强人士的霸气 目前她信无旁骛 专注于事业 对爱情没有再抱幻想 虽然疯传魏大勋 曾经勇敢地向密节表达了爱意 但是至今杨幂似乎 并没有开启新的恋情 杨幂曾经说 自己是最不缺黑历史的女明星 无疑于是说 自己敢于直面惨淡凉薄的人生 敢于正视俗世的纷繁乱象 而不回避 她不自媚于众 也没有随波数流 不仅活出了自己的风采 还拥有了广阔的未来 而刘凯威呢 人过不惑之年 爱情事业都难回到从前 身边只剩下了女儿小糯米了 回想起当初她当街对冲杨幂怒吼的一幕 我唏嘘不已 心胸开阔的人如果曾经真的爱过 分手后是希望对方过得比自己好 而刘凯威现在于情未了 企图复婚 目的是想得到人脉和资源也好 或者真的是想给小糯米一个完整的家也罢 孰是孰非 没有人愿意从道德方面来评判了 不过就社会层次来说 似乎刘凯威想破锦重圆 只能是一厢情愿了 不管是现实还是网络上 只要提到异地恋 身边的朋友和网友都会说异地恋没结果 异地恋不靠谱 有距离的感情是不会长久的 之类对距离有深深的拒绝 有这样一句话 心与心的距离可以很近也可以很远 被爱迷惑时不妨静下信来 听听自己对爱的需求 真心是否涌动 娱乐圈也有这么一对情侣 就是杨幂和刘凯威 2012年1月两人出游被媒体拍到 杨幂和刘凯威随后选择公开恋情 当时我们都认为是一对神仙眷侣 他们在一起简直是羡煞旁人 一个TVB演员 一个流量小花 有个12岁年龄差的他们 估计也没有想到 彼此之间的缘分 却因为一顿饭一场戏 最终走到了一起 究竟为何选择刘凯威 杨幂曾经对媒体说 这个圈子很多人都浮躁 或多或少都养成了脾气 包括我自己都有 但我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 我会检讨自己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 可以让我检讨自己的人 他让我能够改进自己 这是杨幂对刘凯威的评价 之后刘凯威在情人节当天 带着杨幂去见了父母 刘爸爸对杨幂赞不绝口 两个人的恋情被当时所有人看好 随后杨幂成立工作室和家庭 展开了商业版图 刘凯威也成为了旗下重要艺人 两人将事业与爱情结合 发展得顺风顺水 还合作了偶像剧《盛夏晚晴天》 一起唱情歌时 都能从两个人的眼镜中 看出对对方的喜欢 因为充满了光 再后来他们两个结婚了 2014年1月在巴厘岛举办了婚礼 同年6月杨幂在香港产下小糯米 幸福的一家三口就此建立 杨幂产后火速浮出第一部戏 就是与李一峰合作的古剑奇谈 这部剧不仅让李一峰火了 还让杨幂从此工作更加忙碌 从2016年开始 两人在微博上的互动逐渐减少 结婚以来每年都会发的结婚纪念日祝福 也从这一年开始不见了 和杨幂的工作忙碌不堪比起来 刘凯威的事业就没有发展得那么好 所以两个人经常见不到面处于异地的状态 虽然面对公众和媒体时 他们都会同意回复我们没问题 我们很好 但从他们的望向彼此的眼神里 再也找不到那种喜欢一个人才有的光了 在一次采访中 主持人问杨幂 至少离多是你们的常态吗 杨幂没有犹豫地回答道 对 她比我还要忙 刘凯威也公开评价过杨幂 她什么都好 就是太忙了 其实那些网络上人云亦云的绯闻 没有让两个人相互失去爱情 归根结底 距离才是原罪 才是两人感情没有走到最后的原因 2018年12月22日 嘉行公司发声明表示 杨幂跟刘凯威和平分手离婚 两个看似非常般配 金童玉女的爱情 只坚持了四年结束了 如今距离他们结束已过去了两年 我也终于明白杨幂和刘凯威离婚的原因 忙到没时间维系感情 这样的结局太现实 太扎心 本该可以相信永远的 可事业和家庭没办法做到双平衡 天演员这个职业还要跟随剧组长期出差 难以愉悦的现实障碍 不能息息呵护的爱情 就这样被时间带走了 说起来也还是蛮可惜的 外界网友都猜测离婚的原因是有人出轨了 可我觉得他们之间不是选择性问题 而是少了每日三餐的陪伴 爱被长久以往的孤独消磨掉了 渐渐的明明结婚的人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杨幂曾说刘凯威是她的Mr.Right 刘凯威也曾表示要一直当她的都民俊 但就像很多爱情故事里的男女主角一样 他们最终还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行渐远 缘分总是来得快 走的时候也让人猝不及防 我想结婚时幸福的他们 没有想到离婚这个结果的发生 很多事情都是让人意外的 没有办法控制的 不爱了爱累了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实和距离没有关系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